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疗救护等科目的载轨训练 还圆满完成了首次太空授课 据多家外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表声明称 俄南部军区部队近来在罗斯托夫 克拉斯诺带尔等多地举行演习 另有部分演习在斯塔夫罗波尔 阿斯特拉罕等地举行 在结束为期一个月的演习后 俄方一万多名士兵返回其永久驻地 近日共同社报道称日本自卫队 与美军已经制定了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草案 根据计划日本将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西南诸岛建立临时攻击基地 自卫队将提供后勤支持 日本消息人士称 如果台湾发生所谓突发事态 日本自卫队将会赴这些岛屿支援美军 针对美方近日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5号举办新闻发布会 用事实指出 在新疆从来没有任何组织 任何人强迫各族群众参加劳动 各族群众的就业都是自愿的自由的 国际瑞评发表文章称 美方基于谎言炮制恶法 所谓新疆强迫劳动 是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计划 向乌克兰提供实时情报信息 以便乌克兰能够迅速应对 俄方采取的潜在行动 报道指出 美方所提供的共享情报信息包括 显示俄武装部队 是否正在向乌边境移动的图像 如果及时分享这些信息 将使乌克兰能够提前阻止 可能遭遇的袭击 不过也有美国官员担忧 让乌克兰获得这些信息 可能会导致乌方 率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据日媒25号报道 针对不久前爆出的驻日美军 赴日前未进行新冠检测 进而引发聚集性感染一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对此极为不满 已下令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据悉 驻日本冲绳县美军25号新增 19例新冠确诊病例 自爆发聚集感染事件以来 已波及多名日本雇员 韩国政府24号宣布 考虑到前总统朴槿惠 已服刑约5年 健康状况大为恶化 同时为促进国民团结 将于本月31号特赦朴槿惠 韩媒分析称 健康状况恶化 只是朴槿惠或赦免的表层原因 该举动可能对韩国明年3月的 总统选举产生影响 当地时间25号 俄罗斯苏沃洛夫大元帅号 战略核潜艇 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州 北德文斯克造船场 举行下水仪式 据介绍 该核潜艇为俄罗斯第六艘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可以携带16枚布拉瓦 潜射洲际弹导弹 具有更好的升学隐身 机动和深海运行能力 未来将会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赴役 据塔斯社25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明年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也是目前普京2022年的 日程表当中唯一的境外出行 佩斯科夫表示 他毫不怀疑中国将以最高水准 举办北京冬奥会 中国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他相信 从中方的组织能力和水平来看 北京冬奥会将是令人惊叹的 中央气象台26号10点 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预计26号14时至27号14时 湖南中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雪 中央气象台26号6点 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本次寒潮的大范围强降温过程 已趋于结束 但未来两天 寒潮影响过的大部地区 仍较为寒冷 好 以上就是今天最新出炉的 舆情榜单 那么本周呢 中国游轮场继续推出 走进乡村 看小康的特别报道 萧鹤古道是南北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 得交通之便 广西富川岔山村曾是古道上的著名驿站 这几年 当地充分利用古林古村古街道 源之原味原生态的自然资源 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而扎根在这里的村民 利用传承下来的手艺 也逐渐发展起了美食经济 本周跟随众余记者 一起去广西富川岔山村 品味舌尖上的小康生活 岭南无山不有窑 无窑不有谷 窑族的舞蹈常常将谷歌舞融为一体 卢生长谷舞是福川岩族独有的民族舞蹈 跳 乐 灯 错 古典激昂 舞姿粗犷 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 而除了长谷舞 蝴蝶歌 织琴 一向向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逐渐引来了八方有客 德交通之便 叉山村曾经是萧鹤古道上著名的驿站 向我走的这条200多米的古道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条远近闻名的美食街了 现在街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开了40多家 美食经济让百年古村落逐渐变成了网红大卡地 吃油茶是这里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俗 也是代客的一项重要礼仪 每当有客人到来 主人常常以打油茶相敬 将与茶叶为主料进行烹煮 再加上刚炸好的油果 米花 葱花等酥脆的配料 将口感再次丰富 2016年我是第一家开的 现在搞到油茶店做上生意的话 外面基本上都不做了 就专心地把这个店做好 去年的话整体收益有多少 差不多100万吧 如果是国庆假日还有五一的话 我这里一天能接一百多桌 你要看我的营业盒 你要到九点半 最少里面有五千块了 暖暖的一碗油茶喝下去很是开胃 刚刚老板告诉我呢 还有一种美食 是茶山村油茶的绝配 用糯米为主料 会揉进当地的爱叶和紫薯 制作成的梭子八 外皮细腻滑口 馅料可咸可甜 把炒熟的芝麻花生磨成粉 再加上糖 就成了甜味馅料 而用肉馅 胡萝卜 豆干等食材 炒出的咸味馅料 更像是一道下饭的美味小菜 翻看杨云店内的菜单 一道写在前面的特色菜 手工腐竹映入眼帘 而知作已成为店里的招牌菜 是因为这道菜的原材料供应地 离自己的店铺不到两公里 来到生产车间 豆子的香味扑鼻而来 一百多口加工腐竹的加热锅 热气腾腾 农户们熟练地将表面自然结成的一层薄膜挑出 整齐的排列晾干 这里的老板告诉我 他们的腐竹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加了一个小米方 这东西做了久了 今天积累出来的 想个办法 把它牛奶加进豆浆去 它就吃起来有点牛奶香味 平时您自己吃吗 吃啊 我每一餐我都吃一点点 吃不饭的 这种腐竹 出去人工 柴火 人料 基本上一个月是三四万块钱吧 三四万块钱的纯利润 纯利润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相当不错了 也不错 不错 不错 打平工一样呗 如今的茶山村 从街头走到街尾 几乎家家户户都经营着油茶馆和农家乐 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并创业 几年的时间里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给出了怎样过好小康生活的答案 本栏目由你我的医保赞助播出 医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舆论厂 欢迎您拿起手机看电视 您可以用手机扫描一下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中国舆论厂的 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或者关注一下中国舆论厂的抖音号和央视频号 我们的节目都在这些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和我们互动 一边来看我们的节目了 有很多的奖品等您来拿呢 是的 现在全球各地的网友已经通过后台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中国舆论厂微信公众号上的 积分商城和信运大专盘也已经开放了 我们本周上新了新的奖品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舆论厂独家定制的精美日曆 因为明年是古年嘛 所以上面也写有福福生威几个字 那你想春节的时候摆在家里 是不是立马就有了年味呢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就赶紧拿起手机来扫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那就有机会把它带回家了 好 接下来为您公布一下 我们本周幸运大专盘的口令是 美味生活 本周幸运大专盘的口令是 美味生活 同样祝您好运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进入一榜之余景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梳理榜单 首先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三条 欲介入台海美日制定联合作战计划 那么美日近日来是蠢蠢欲动 试图介入台海行风作浪 有日本媒体披露说 两国已经制定了所谓的联合作战草案 到底有没有这个草案是一个什么样的草案 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下 蠢蠢欲动 日本共同社23号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说 自卫队与美军已制定了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草案 应对台海出现所谓突发事态 日媒透露说 根据这个新的作战计划 在台海突发事态的初期阶段 美海军陆战队将在日本西南诸岛设置临时基地 自卫队将提供弹药和燃料补给等后勤支持 据悉 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的任期内 日本就曾以所谓周边安全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需填补西南方向的防御空白为由 在延美大岛 宫古岛 石原岛及宇纳国岛 新建了自卫队基地 并部署了反舰 防空导弹及雷达等侦察监视设施 其中 宇纳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公里 不仅如此 日媒还报道称 为了应对所谓台湾勇士搏击日本离岛的情况 美日已开始摸索新的联合作战模式 日本除了要持续强化西南岛屿的部署 还要落实美军新的作战概念 远征前沿基地 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跳岛战术 为此 本月4号至17号 美日共投入了4000人 在日本全境十多个演习场和基地 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远征前沿基地 是近年来美海军与海军陆战队 在西太平洋 尤其是所谓第一岛链周边 演练的一大重点项目 日本则是第一次参加 以落实这一概念为目的的 两国联合演习 而针对美日制定的 所谓台湾发生紧急事态时的 联合行动计划草案 24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 以任何借口 任何方式 插手台湾问题和干涉中国内政 美日频频地释放出这种 想借入台海的信号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关注点 好的 我们很多的网友 其实都关注到了 美日的这个所谓的联合作战计划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制胜一击的这个问题 美日搞所谓的联合作战计划 企图借入台海目的是什么呢 日媒说美日从4月就开始密谋 要在明年的1月正式制定 那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好 小辉来回答一下 应该说我们的网友会关注到 美日在台湾的问题上 在涉及台海的局势上 现在是越来越嚣张 此前两方只是所谓的说三道四 我们看到不管是美日2加2会议 还是领导人的会晤 都要谈到所谓台海稳定的问题 现在不仅是说手而已 还是要有这个做 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联合作战似乎就成为了 一个新的动态 为什么要联合作战 从目前双方的这种动向上来看 很明显现在美国要拉日本下水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近些年 一直非常关注 所谓西南诸岛的兵力的部署 加强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御 不仅有此前日本谈到的 加强电子网络战的能力 还有要部署导弹部队 要对中国进行某种的威慑 所以美国现在是借着 日本相对的这种军事上增强 这种进攻态势的 这样的一种总体的动向 再与日本来进行合作 希望日本能够在台海的问题上 发挥更多的作用 但是从现在来看 至少目前听起来很炫的 这个所谓的联合作战计划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噱头 首先从日美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来看 恐怕距离是他们考虑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会看到 美国现在推动战略重心东移 那么所谓的战略重心东移 似乎距离越近 自己的拳头打出去就越有力 不管是此前的南海 还是现在的台海 一说到距离的问题 好像离自己眼中的战略对手越近 美国就有越多的胜算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旦开战 距离只是一个因素 而并不是所谓 克敌制胜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所以仅仅以所谓的距离 作为自己作战的一个基础 那可能是想的太多 那另外涉及到 现在日美之间的 所谓的联合作战 如何来利用日本的一些基地 如何来部署美方的人员 从技术层面 现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美国如何使用 日方的土地 包括对于日本的国民来说 在立法的方面 如何来部署美军 都有一些这种现实性的问题 需要解决 所以长城并不是一天建成的 美国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就把军队部署到西南驻岛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会看到 它要推动相关的 所谓的联合作战的一些计划 进行一些草案的设计 还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的是 这样的一个动向 确实是在毒化 我们的周边环境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解读 那么解读有几方面 第一个方面 那美日之间加强 这种联合的军事上的动作 会不会有更强的 这种侦察的能力 这是我们必须要应对的 那另外呢 更多的军事上的部署 包括人员上的部署 包括建一个导弹墙 这样的一种动向 也是解放军必须要看到的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 还涉及到 日本的这个西南珠岛 不仅仅涉及到台海地区 还涉及到钓鱼岛的问题 所以要解读的话 是不是要让美日 能够放弃幻想 尤其是日本能够放弃幻想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好 谢谢小辉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正告某些国家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和插手 好 接下来我们请丽萍 继续来选择网友的问题 好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最近几天 网友的提问率比较高的 所以我选了一个 有代表性的聚合山川的这个问题 它是提问给曹卫东老师的 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呢 也来看一下 美媒称 日本西南有40个岛 可供日本和美军使用 以执行所谓的联合作战计划 在这些岛上建基地 美日能实现 怎样的战略战术目的呢 好 请曹卫东老师到大屏前 我们就这个话题 也做了一个大屏的动画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美日的所谓联合筑潮 筑潮呢就是 首先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 在它的西南方向 建设一些相关的军事基地 比如说在石原岛上 这个他们先部署了雷达 然后呢接着是导弹 那么在这个马毛岛呢 它主要是给美军的航空母舰 提供这种舰载机的训练基地 所以呢它在西南方向的 这个整个建设 它是为了控制 就是整个这个区域里边的 这个封锁 就是空中和海面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它的这个所谓的筑潮 不是为了保护 就所谓日本的这个安全 而是说呢 它筑了这些潮 是一种进攻性的 是一种就是对其他国家构成 威慑的这么一种能力 它是这个筑潮体现出来 还有呢就是 他们在这个筑潮的过程中 它要具体在上面部署一些部队 比如说这个石原岛上的 主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自卫队 那么作为马毛岛呢 主要是美国的舰载机的飞行员 来训练 那么这些这个建设呢 实际上对美日来讲呢 它是不够的 它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就是继续在上面部署 相应的武器装备 那么这些武器装备 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导弹 因为这个在这个 就是因为它岛屿很多嘛 在一些比较大的岛屿上 它先部署了雷达 就是眼镜 然后接着呢 是对陆攻击的这种导弹 然后呢 是日本的这个十二式的 这个反舰导弹 这种反舰导弹呢 射程可以达到三百多公里 那么作为爱国者防空导弹呢 它可以进行这种区域的 整个对这些岛屿方向的 整个的这种防空的能力 那么我们看 如果说这个日本的反舰导弹 和它的这个相应的 对陆攻击导弹 能够达到二三百公里 它就远远不是一个单纯的防御问题 而说要对周边的这些区域 首先是两个岛 就是我们国家的钓鱼岛和我们的台湾岛 它起码是能够构到的 那么它实际上也对我们的这个沿岸 也构成了这个威胁 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企图 那么作为就是日本的政客 就是很有可能在明年初 就要和美国进行二加二的这种谈判 那么它已经放出风来 就是要联合作战的计划 在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个联合计划呢 主要是指的美日 它联合起来不是为日本的专守防卫 来进行这种作战的计划 而说要在西南诸岛上 增加他们的军力 来对这个去进行这种 就是封锁和控制的能力 那么这就是整个 想插手这个台海事务 和对我们周边进行相应的威胁 所以它是这种新的 联合作战计划的方式 同时我们也看到 日本的这个防卫经费 十年来一直在上涨 这显然不是一个 为了日本的安全而进行的增长 而说它在发展自己的 这种进攻性的能力 所以通过上述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美日加强这种 西南诸岛的军事上的建设 实际上是要增加 它对这个整个区域的 就是海上封锁 空中封锁 以及控制的能力 那么它背后的企图 就是显现了 这个美日两国 在未来的时候 想介入台海事务 来达到他们 坐收渔翁之力的 这样一个目的 因为它希望两岸的 中国人打起来 他们火上浇油 或者是这个 就是隔火 就是做案关火 就是坐山关胡斗 它希望产生这样一个 反正是非常有着 是阴毒的这种背后 背后的这种企图 那么我们也警告 就是外来的势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钢铁长城 是不容撼动的 中国人民要就是维护 国家统一和安全的 这个信心有 而且能力也有 所以他们现在打的 这个算盘 无论是联合作战 还是其他的 这个分裂的企图 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好 非常感谢 曹卫东老师 谢谢 我们也注意到了 可以说美日呢 为了借助台海 这种企图 那是不择手段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 要联合打造 所谓的作战计划之外 还再度抬出了 所谓的钓鱼岛问题 来炒作 我们再通过短片 来看一下 为了给插手台海局势 找到借口 钓鱼岛问题 近日也被日本又抬了出来 日本防卫大臣 安倍的胞弟安信夫声称 钓鱼岛距离台湾岛 只有170公里 台海有事 直接关系到 钓鱼岛的防卫 值得警惕的是 据日媒23号报道 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 与海上保安厅的 大型巡逻船22号 在东京都伊豆珠岛举行演习 报道称演习中 将伊豆珠岛中 某特定岛屿 设想成了中国的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 演习还模拟了 海上警备行动命令被发出 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 模拟阻止中国军舰 接近该岛 据悉 所谓海上警备行动 是当发生日本海上保安厅 无法应对的情况时 在日本首相批准的情况下 自卫队可在一定条件下 被允许使用武器 报道还称 实际上 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 举行联合演习的情况 非常罕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域 日方所作所为 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 此外 日美今日还将实战化训练 作为下一阶段两国安保合作的重点 据日美21号报道 日美就驻日美军经费分摊达成共识 日方负担金额再次上涨 日美称两国的联合训练正在扩大 2021年 日本自卫队与美国陆军 海军 海军物战队进行了 离岛防卫 反前战 反舰战等 课目的联合演习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在美日试图想介入台海这个问题上 日本是在频频地给自己加戏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的确是关注到 而且有网友用这种 形容这种加戏是投入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非凡宇宙的这个问题 说得很好 我们来看 日本为什么在台海问题上如此地投入 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罕见联合演习 还模拟阻止中国军舰接近 想问的是专家是怎么看的 好 唐老师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日本非常地投入 特别在台海和钓鱼岛问题上 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 主要还是日本最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种推波助澜的这种推力 因为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利用日本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现在是一个不中的事实 甚至武装日本成了美国的政策 那么从日本角度来说的话 看得非常清楚 能够借着美国之手把中国压趴下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选择 或者是一种政策的制定方向 那么同时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之窗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比方说日本自卫队大型作战舰艇 现在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没有任何的限制 可以任由的发展 所以也想借美国之船出海 这也是他的一个考虑 再加上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些国家也不断地到这个地区来搅聚 那么日本从感觉上非常良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我们看到日本海宝厅和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 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2012年中国政府对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与相关的属于进行了执法巡逻以后 应该说已经常态化地在这个地区出现 这应该说是我们行事主权的一个具体的象征 或者是具体的行动 那么在这个时候 日本认为美国来了 西方国家军队来了 那么会不会在这个地区搞点事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挑衅 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几天的话 日本政要也讲了 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中国的军舰 就是中国海军军舰开火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么从现场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我们对钓鱼岛拥有不可增议的主权 这是国际上承认 这是法理问题 国际法理的问题 那么从能力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除了有巡视船在这个地区 进行常态化的巡逻之外 我们的海军同样也是个坚强的后盾 还有我们的火箭军同样也可以 把火力延伸到这个区域 所以日本方面 如果说真的敢在钓鱼岛方面惹事的话 我觉得那结果只有这群灭亡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每日想介入台海 那么台湾当局最近在干嘛呢 我们也注意了一下 临近年末的时候 台防务部门连续发布了有关解放军军力的报告 称大陆军机今年巡航台海的次数 已经接近了一千次 说使得台军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等等 到底怎么会让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据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22号在所谓专案报告中指出 今年1月以来 解放军飞机巡航台海已超过940架次 并且声称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前11个月 解放军共派出了886架次飞机巡航台海 其中9月至11月连续三个月 解放军巡航台海都超过100架次 10月更是接近200架次 该报告炒作称 解放军通过实战化演习和训练 加速了战斗力的行程 正持续扩展海空联合警巡区域 以及侦察巡逻的力度 随着解放军新型装备的陆续列装 其对台海周边进行封锁控制 以及反介入的能力正日趋完备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的行动 使台军的负担正不断增加 此外 台军近日还在另一份报告中评估认为 解放军有能力油盐转战 摧毁或瘫痪台军主战部队及关键设施 而美国与台当局也是一唱一鹤 美国国防部长还声称 对解放军的常态巡航感到担忧 对此 中国国防部和国台办曾明确表示 解放军演训活动的增加 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加剧造成的 大陆遏制台独 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 不是光嘴上说 好 观众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舆论场 我们查过一条最新的消息 因为今天有一个宇宙大事件 那就是中国的航天员再度出舱 那么据最新的消息说 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正在 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继航天员夜光复18时44分率先出舱以后 航天员翟志刚已经顺利出舱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的话题 可以说关于台海的话题 网友们都非常关注 前面已经提了不少问题 我看关于台湾当局的这些小动作 网友们也注意到了 有很多的网友关注到了台当局的这种心态 所以就这个话题直接提问给了小辉 我们一起来投播大屏幕也来看看 对 他爱特勒苏老师 蓝色语义的问题 台当局连发两份报告 渲染解放军所谓的军力威胁 担心解放军游言转战 那反映出了台当局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游言转战 刚才我们说在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 日本是非常投入 那么现在涉及到台海局势紧张 在这个台海兴风作浪 台当局也是非常的投入 不管是挑事 惹事 还是加戏 总是少不要台当局的身影 那么现在台湾防部门发的这两份报告 其实从内容上来看 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他们对于解放军实力的一种承认 甚至是一种惊恐 应该说解放军的演训的行动 包括在台海地区的巡航的行动 对台当局 对于台独势力 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他们感觉到随时可以游言转战 也就是说对于解放军的能力 他们是认可的 认为随时都可能雷霆之怒 就要降云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不管是台军还是台当局 在对解放军的这种能力的判断上 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过多的幻想 但是同时我觉得台当局还没有死心 他们强调的是 对解放军的这种巡航的行动 对于当前台独势力面临的压力 他们现在自己可能会应接不暇 我们也关注到 在已经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其实呢 数飞机 数架次 这个来计数 一直是台当局 台军在做的一个动作 每一次的计数 是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疲惫 而每一次的应对 应该说都是硬着头皮上 而且呢 是越来越疲惫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现在他们通过这两份报告 释放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他们急需美国来撑腰 甚至呢 美国的盟友 也要加入到撑腰的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每日之间在谈所谓的 联合作战计划 那么联合作战计划 某种程度也是向中国大陆 在释放信息 希望呢 能够这个吓到中国大陆 使中国大陆放弃以武力 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对于现在台当局来说 他们在谈所谓的 解放军的行动的时候 尤其是油盐转战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题目的时候 强调的还有 解放军会在西泰地区来进行行动 而在西泰地区的行动 就是要阻止外军介入 但是呢 台当局说 外军介入会给解放军制造难题 所以很清楚的 就是希望每日之间能够联合 能够进行基地的建设 同时呢 希望美国给台方 一个所谓的坚实的承诺 所以从这两份报告当中 可以看出的是 不作不死 现在台当局 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现实 那同时呢 还是在这个台都的道路上 并没有完全死心 好 说到解放军正常的 这种演训活动 我要追加一个问题 给唐老师 就是美国呢 他一边说 你看解放军正常的 这种演训活动 他指指点点的 说三道四的 但是他一边说 解放军的正常演训活动 自己呢 却在西太平洋这块 不断地又是部署 又是演习 那么对于这样的双标行动 行为您怎么看 两方面 一方面呢 看美国的航母活动 确实最近几年吧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母活动 非常频繁 特别是在南海区域的活动 在菲律宾海区域的活动 那么这种活动来说的话 明显地具有海上对抗的这种演习 其实我个人感觉呢 美国在打造两条封堵中国的阵线 一条呢 就是第一岛链是南北走向的 通过第一岛链上的海空优势 来向中国施加影响下 另外一条就是以航母为核心的 这样一个来回移动的这样一个阵线 从我们南边来风度往门 那么这条线应该说 从关岛 菲律宾海 南海 孟加拉湾 你看它最近一段时间 反复地进行这种海上航母的演练 而且演练的科目来说的话 包括这个航母对抗 所以美国现在在这个地区展示 航母呢 它其实是演练一种 未来如果一旦跟中国发生冲突的 这一种作战样式 就从南边 以航母为中心的这种打击群 来向我们发起这个进攻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关注我们的航母 这个也是跟美国海军战略调整 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海军 我们看到这个 它的尼米斯号航母舰长 曾经讲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大洋上 跟中国海军的航母进行对抗 所以你看它现在的这种演习来讲的话 它往往是出动两艘 或者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海上进行反复的这种对抗演习 争夺制海权 争夺制空权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 其实好多年 它是把航母部署在人家的家门口 从海上往路上投送打击力量 但现在来说的话 美国已经把它的海上 特别大洋交战 作为它海军的一个重要方向 那么它的演练科并包括 航母的这个绳管训练 比方说航母被打穿了一个洞 那么美国海军的航母 这个随手进行的补救 同时呢 还演练一个舰带机 由陆上加油机给它加油 它的目的就是 我的舰带机降不下来的时候 我的这个甲板被摧毁之后 那么必须要保证 航母舰带机的降落 那它就从这个路上起飞加油机 所以美国现在方方面面来说的话 关注中国海军的发展 它就是因为未来有一天的话 可以在大洋上跟中国进行决立 而不单单是控制沿海地区 这个我们也得警惕 好 谢谢滕老师 我看到这个话题呢 确实是居高不下 李平来抓紧时间 赶紧再选择一个问题 好的 我们有很多网友也关注到 最近美媒正在炒作的一个论调 这个问题是来自于 我们的央视频的一位网友 所以来推移一下 批心戴月的这个问题 最近美媒出现 鼓动台当局制造核武器的论调 台防务部门对此立刻否认 那它是在害怕什么 美真的会帮助台当局 建造核动力潜艇吗 好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请岛内的专家 来给我们做解读 有请台湾世新大学的 游子祥教授 游教授 最近美国确实有些评论 提到了台湾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 以前台湾曾经在美国的强烈反对底下 秘密的投入核武的研发 但是后来被美国给发现了 美国就来强行阻止 台湾发展核武的实验室 还被灌了水泥给封掉 那现在美国为什么会有人 来鼓励或是预测 台湾可能发展核武呢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知道 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意志非常的坚定 随着大陆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反介入的能力提高 美国要用军力来介入台海 或是威慑大陆 难度都越来越高 台湾的防务部门 对于相关的报道 立刻出来明确表示 台湾对于核武采取三部政策 不生产 不发展 也不会取得 那台湾会很快表明这三部政策呢 就是知道这种发展核武提议的敏感性 还不要等到核武产生什么威慑力 一旦台湾有发展或可能取得核武的 这样的企图或动作 就已经踩了红线 会为台湾带来立即的危险 至于美国协助台湾建造核动力潜艇 我认为可能性应该接近于零 台湾的防卫根本用不上核动力潜艇 加上民进党当局 连一般的核能发电都当成洪水猛兽 宁愿缺电也不要核能 我想他们脸皮再厚 大概也不好意思公开去争取核动力潜艇 好 我们还注意到 除了不断地炒作解放军的演讯动向之外 台军还有一系列的小动作 我们再通过短片看一下 据台媒报道 近日台海巡部门拟定了 所谓东南部及外离岛地区 雷达监控系统换装计划 预更新重点雷达站 将雷达侦搜范围 从12海里扩展到24海里 其中为了应对所谓南海情势需要 声称若在东沙遭遇第一级 可迅速建立后备侦搜能力 还将增设机动雷达车和光电设备 据称 台军在东沙 南沙 共将增设三部机动雷达 此外 在台海军提出建造8艘 2000吨至2500吨的轻型导弹巡航舰后 台海洋委员会还提出 投入129亿元新台币 打造6艘2000吨级的高科技远洋巡护船 分析认为 民进党当局大量建造轻型船舰 加强防御是要改变以前所谓固守本岛的策略 要在台湾岛以外的海上打游击战 而除了编织雷达网 台军也在推进潜艇自造 据台媒报道 台军前参谋总长黄鼠光 近日赴美验收民进党当局采购的潜艇装备 还与美方相关单位进行了会面 就所谓台海情势交换意见 此外 近日美国国会还通过了 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 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以及支持台当局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等 对此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以武巨统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 如果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20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出席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时 也对当前的台海局势进行了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台海局势出现 新闻紧张 征结在台湾当局企图 一一被剥夺 台湾始终将回家的游子 而卫视被人利用了企图 中国必须成立 必然通过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为什么它的国会要通过这样一个 夹带私货的这个法案 实际上呢 就是想在台海问题上 制造矛盾 制造两岸的冲突 然后呢 美国从中于力 无论是它的军火商 还有它的这些政客 实际上它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我们说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 维护国家的统一 那么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能力 就是表现在哪一方面 第一 中国是这个联合国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政治大国 第二 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第二 中国有14亿的人口 有大的 很大的这个市场 是一个经济大国 第三 我们和世界上180个国家 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第四 我们就是解放军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防 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 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战争 或者是这个进行战争 但是我们不惧怕核战争 我们也不惧怕常规战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和我们的能力 那么在就是台独分裂势力 在他们的这些就活动猖獗的时候 还有一些外部势力想分裂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个过程中 我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钢铁长城是谁也无法撼动的 因为我们的解放军 陆军现在是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 我们的海军是近海防御 远海护卫的能力 我们的空军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 我们的火箭军是何尝兼备 这个精干顶用 那么在就是维护国家 统一的问题上 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民团结如意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钢铁长城面前 在中国这个钢铁长城面前 试问天下谁能撼动 所以我们讲就是想把台湾分裂出去 这是玩火自焚 好 谢谢曹文东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梳理榜单 来看一下榜单的第四条 满指谣言 美国所谓涉疆法案是个弥天大谎 那么近年来一些美国政客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 向中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恶意攻击 此次的涉疆法案 是美方已将乱华图谋里边 极其恶毒的一招 可以说是满指谣言 是的 那么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关于拜登签署法案的评论区 可以说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甚至有国外的网友这样写道 嘿 老兄 你去过新疆吗 那里的生活质量 可比普通美国人要好得多呢 那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 美国此举纯属是倒打一耙 这个视频也是非常的火 我们通过大评也一起来看一看 我见过倒打一耙的 还从没见过这么倒打一耙的 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美方通过编造谎言 制定恶法打压新疆企业 的实质是 想破坏新疆繁荣稳定 阻握中国发展 这个话题的关注度也很高 来看吧 有没有 是 他们对美式霸权也是提出了质疑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此情的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美国又炒作中国涉疆议题 想重塑全球产业链可谓阴招不断 那么要怎么来反制这种美式的霸权 如何反制 唐老师 我觉得我们反制手段还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美国一代出现这样一个涉疆的法案 其实最近几年来说的话 美国国会一直不断 包括2019 2020年出现的人权政策法案 那么这一次又说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那么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正像这个网友所说的 很多这个国会政客 他没有到过新疆 甚至知道新疆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看到在这个参议院当中 这有一个叫康宁的这个议员 那么他还曾经说这个台湾 今天在台湾还有 美国在台湾现在还有这个三万驻军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谋求好处 第二个呢就是抹黑中国 第三个呢就是要在这个商业力上 为美国争得一些这个更多的好处 我们看到他在产业链上 其实现在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政策 这样一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 受损害的并不是我们新疆的棉农 或者是多金龟产业 更多的是美国产业链 比方说今年以来 那么美国由于产业链供应链断裂 现在有人讲今年的圣诞节 是没有圣诞数的 那这样一个圣诞节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 那就是这样一些政客 他们的素质本来很低 但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 为了这个美国所谓的商业利益 那么不断地采取脱钩 这样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案或者措施 我觉得那么对中国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要定谨心心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 比如说拿棉花来说的话 现在是一个供放市场 是供应求的 特别是像新疆这样一些 比较好的长绒棉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 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你美国不要 我们可以那个卖到其他地区 所以我们要扩大 其他这个区域的市场 同时呢 我觉得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穿衣服 都比较讲究了 这个更加绚丽多彩 那么我们也可以 加大我们内销的这种这个力度 所以我们的反制 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 除了在外交 在这个政治层面 加以反制来说的话 我们自己应该也是 通过自己的这种这个努力 包括我们内销 包括扩大海外市场 那么来这个弥补 现在这样一种 这个美国所造成的障碍 苏小辉老师 肯定也非常关注这个话题 您的观点 确实我们会看到的 美国和西方 在涉疆的问题上制造谎言 可以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么现在有所谓 抢制劳动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此前还有种族灭绝 在美国政客的口中 只要给中国贴上一个 负面的标签 他们可以完全违背事实 完全不顾真理 然后可以肆意地进行发挥 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 常用的一个戏码 但是我觉得 从这些戏码的背后 我们要看到的是 美国炒作新疆问题 它最核心的 其实是对中国的遏制 也就是在对中国 合理地发展的诉求上 包括中国新疆地区的 这种长远的发展上 美国现在一再地搅动 其实还是没有放弃 大国竞争的这个目标 那么涉及到新疆棉 我们都知道 新疆棉的质量非常好 我自己家里头 也都换了新疆棉的 一些这个毛巾 一些用品 那么美国的这种打压 是不可能断了 我们产品的销路 但是大家要更多的是看到 未来可能有未来 更多的一些产品和领域 美国会不断地把它贴上 涉疆或者是涉及 其他问题的标签 那么在贴上标签之后 就为自己对华的 一些负面的行动进行证明 之后会有一系列的 配套的措施 这样的一系列的招数 现在在美国 不断地操弄之下 似乎是玩得越来越纯熟 而且另外我们也要观察到 在西方世界 一谈到涉疆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 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涉疆的问题上 似乎美国开一个头 就会引起盟友和伙伴的 某种回应 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之下 我们如何来以正视听 来回应这种谎言 也是下一阶段 必须要进行努力的方向 不能够让西方媒体 拿着他们的大喇叭 让美国政客 来愚弄世界的民众 那么是对我们的新疆 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好 谢谢小辉 接下来我们继续梳单 来看一下梳单的第八条 俄第六艘北风之神级 战略核潜艇下水 那么近日俄多艘核潜艇服役 并称要部署在亚太 而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 刚刚结束了河道 澳大利亚海空军的联合演习 返回了关岛了 我们通过短片 看一下 据外媒报道 美航母近来在亚太地区活动频繁 23号 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经萨吴海 班达海 马鲁古海 菲律宾海 返回关岛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刚结束了与澳大利亚皇家海空军的双边联合演习 据悉 参演的美海军兵力包括 卡尔文森号航母 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两艘补给舰 演习中 参演部队演练了电子战 联合防空作战等科目 而为了在欧洲和太平洋两方向 同时应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威胁 俄罗斯近来也强化了各种部署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 当天凌晨 俄罗斯高时高超音速导弹发射测试取得成功 普京指出 高时能打击海上目标和陆上目标 据悉 该导弹飞行速度达9马赫 射程超1000公里 可由水面舰艇和潜艇搭载和发射 此外21号 和海军为两艘核潜艇举行了服役仪式 其中 奥列格大公号核潜艇装备有 布拉瓦前射洲际弹道导弹 另一艘 新西伯利亚号则装备有 口径和搞马脑巡航导弹 不仅可有效打击海上目标 还可对陆地目标发起精准打击 接下来 这两艘核潜艇将加入俄太平洋舰队 目前 该舰队约有12艘核潜艇 其中 战略导弹核潜艇4艘 攻击型核潜艇8艘 此外 普京还表示 俄计划再建5艘 北风之神A级潜艇和六艘亚森M级潜艇 好 本栏目由你我的乙保赞助播出 乙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好的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要提醒您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营微信公众号 就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用当中来 那同时呢 我们中国舆论场 微信公众号上的积分商城 也是上线了独家定制的好礼 请您快来迎娶吧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进入终于最热评 终于最热评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俄较量 那近日呢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防部 你向乌克兰提供俄军行动的情报 甚至包括显示俄武装部队 是否正在向乌边境移动的图像 那俄罗斯又将如何来应对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 24号 核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外国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规模逐年增加 其中在乌东部顿巴斯接触线上 就有4000名来自美国的军事教官 而且乌克兰的军事预算增加了20% 乌政府计划购买进攻性武器 同一天 俄外交部官员表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正将乌克兰变为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据点 目前在乌克兰 驻有约1万名来自北约国家的军人 事实上自10月以来 美不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 还派军事专家帮助乌空军提高防空能力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 美将继续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和物资 不仅如此 22号乌军还在东部地区 举行了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实弹射击演习 这是标枪反坦克导弹首次在战场上使用 此前这种导弹只在训练场上使用过 今天的野猎模拟的是敌方的坦克 试图冲破防线 与此同时美乌声称 俄近日在俄乌边境集结重兵 或将入侵乌克兰 23号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俄正在向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 部署更多坦克 移动式火箭炮和先进的短程弹道导弹系统 报道称 俄已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 只要一声令下 就可快速推进到乌克兰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 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俄有必要为应对局势做好准备 乌克兰局势可以说是一再的升温 网友们也是一直关注来看看今天网友们的关注点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可能是今天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了 对 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网友随意吧 我们来看一看 美女向乌克兰提供俄方行动的情报 那么由美国官员担忧 这样一来可能导致乌方率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那么战争会否一触即发呢 会否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给乌克兰的不仅仅是情报 还有这个军事上的培训 那么还有一些武器装备的支援 但是从美国官员的这个担忧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是自食其果 也就是说美国在支持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是把自己增加了进一步卷入战争的可能性 其实美国看到的是乌克兰问题 现在已经成为了局部战争爆发的一个所谓的风暴也 是有可能使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正面冲撞 使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短兵相接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美国的套路 是希望能够某种程度的炒热乌克兰问题 尤其是乌东部的局势能够保证一定的温度 那么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是会对俄罗斯进行牵制 对俄罗斯进行消耗 这个时候呢 美国在进行大国竞争的时候 就可以某种程度的腾出自己的精力 腾出自己的时间以及资源 来更好地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 本身呢 美国打的算盘是非常的所谓的精妙的 但是呢 近一时期我们首先要看到 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套路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不愿意落入美国的陷阱 不愿意陷入安全困境 所以俄罗斯在反击 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提出的 安全保障方面的建议 并不是说要修兵 要完全保证安全 而是把打还是不打的问题 直接抛给了美国 美国当然想回答不打 但是在回答不打的时候 还要回答俄罗斯的其他的问题 包括北约要不要东扩的问题 俄罗斯能不能允许 乌克兰进一步加入北约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答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那么另外呢 美国看到的是 现在的乌克兰恐怕呢 自己还想加一些戏 乌克兰深知 美国尽管在进行挑拨 但是呢 并不想站在乌克兰身后 所以呢 现在尽管对乌克兰进行所谓的支持 但是美国明确 不会派地面部队 而是准备以经济的手段 以制裁措施 来回应所谓乌克兰的需要 来对俄罗斯进行打压 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 应该说呢 乌克兰会有更多的焦虑 生怕被美国泄沫杀鱼 生怕被拒之门外 所以呢 会不会有所 这个所谓的自己设定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自己的加息 来让美国更紧密地绑在乌克兰的战车上 现在呢 恰恰是美国担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观察近期时期的 乌东部的局势 尽管有一些谈的动作 俄罗斯也强调 对话和外交手段 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选项 但是呢 同时我们会看到的是 对于俄罗斯来说 随时在做好打的准备 就像西方媒体所炒作的那样 在俄乌边境 俄方的一侧 军队一直在集结 一直在调动 这个西方给美国造成了 巨大的安全上的压力 告诉美国 如果玩火的话 必须要面临玩火必自焚的 这样一个下场 这个乌克兰问题呢 它像一个同心员 看着呢 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 但实际上呢 它又反映出来 俄罗斯和欧洲的问题 背后再一看 是俄罗斯和北约的问题 再一看 最终是俄罗斯和美国的问题 俄美问题等等 但是网友们比较关注的就是 是不是会一出即发 这个形势会被擦枪走火等等 那么这些话题呢 没关系 大屏这儿谈不了了 待一会儿呢 观众朋友还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的小屏 我们的新媒体部分 大屏我们电视端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小屏端的新媒体平台 请丽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 那么我们的中国舆论场的主播 何志玲也是我们的同事 那么一会儿呢 将和曹伟东老师 在接下来的30分钟的时间里面 继续在节目同名的 微信公众号 还有视频号 还有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的APP上 来进行直播 继续解答网友的这些问题 来分析本周的热点话题 所以也是期待大家来提问 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呢 我们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 微信公众号 和央视频的 中国舆论场的直播间 同样也是准备了丰厚的礼品 等你来迎娶 所以说赶紧拿起手机 继续来看直播吧 好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好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观看